我寫一個修正日期的一個sug好了 寫的方法前面都一樣 再來就是回圈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前面都講過 所以我就不贅述了 主要關鍵應該是這個地方 我要怎麼樣可以修正完之後丟回去 那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把它的資料先帶過來 然後先取前四個字 特別注意 關鍵的地方 就是在如何把資料先拿到這邊 其實關鍵的地方就是 把這個資料帶到這邊來之後 然後中間壓斜線就可以了 OK 它這個資料已經有斜線了 所以我把它先刪掉 我重來一遍 讓它用這個來複製一個好了 Ctrl鍵拖拉加Ctrl 這個是沒有的 那如何把它加個斜線放回去 首先的話後面 第一個就是說 我先 類似像剛剛那個date函數 只是不需要date 只要先抓前面的四個字 那怎麼樣抓前面四個字 你可以在這邊打一個Lapt Lapt 哪個的前四個字 這個A欄裡面的I列資料的前四個字 所以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前四個字 然後AND加一個斜線 所以中間串一個斜線 然後再AND 第二個是先年 然後再月 月的話呢 後面一樣 我們用MID 然後切哪個資料 這個資料 就是A欄裡面的資料 我切割 然後第幾個字 第五個字 取幾個字 取兩個字 規則跟剛剛一樣 然後空一格AND 然後再一個斜線 反正呢 重點就是 把它切開來 中間放兩個斜線 這樣就OK了 然後再來一樣 Write 所以有點像是 換個地方 再做一個敘述 然後把這個 一樣 把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放到這裡 然後要幾個字 要兩個字 尾巴兩個字 好 程式寫完了 我應該移開看一下 應該OK啦 這邊掃一個AND 有沒有 AND斜線 AND這個 好 然後呢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之後的話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OK啦 所以他會先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所以我按F8好了 所以呢 他會先把這個資料 蓋過來之後切 切前兩個字的話 就是2022 然後加斜線 11 再加斜線 那他會把01變成1 然後把這個最後串完的資料 再丟回來這個儲存格 OK 所以把它蓋過去 F8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行執行完之後 他就把它蓋過去 得到的結果 這就正確了 底下都一樣 所以我就全部執行 這樣就瞬間完成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吧 這個是用VBA的方式來做 好 接下來如果修正完之後 那我要怎麼樣 下一個步驟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希望 可以再來繪圖 也就是說 可以先畫一個美元的 底下再畫一個人民幣 兩個 那一個兩個OK 那全部好了 所以底下就全部了 所以待會會分成三個階段來完成 第一個OK 第二個也OK 那就全部都OK了 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你想說 老師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畫這個圖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先選這兩個 A1跟B1 記得你這個日期要是正確的 如果不正確畫出來 折線圖會是錯的 然後Ctrl 去不向下 然後再插入什麼 折線圖 OK 選這個折線圖 有資料標記的 按確定 好 那問題來了 你說老師 那我將來如果不要放這裡 我希望可以放哪裡 放在它這個位置好了 放在M1這裡好了 有沒有 然後 而且我希望可以把它拉寬 寬度大概10欄寬 列高的話大概不要那麼高 大概10列高好了 大概這樣子 10列大概到這裡 好 不對不對 應該M在上面這裡 好 就是說呢 我如果希望 可以幫我把剛剛那個圖 放到這個目前的位置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那首先當然你可能需要 了解 總共會需要有四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坐標有兩個 坐標的話就是M1儲存格的 左邊的這一條線 然後它的上面這條線 兩個交會之後會有一個點 所以意思是放在M1的左上角的意思 那要怎麼敘述 第二的話就是說 我希望寬度是10欄 10欄如果我今天以M1當成基準的話 那我就把它乘以10就好了 那列高的話我一樣 列高都一樣 我一定要把它乘以10 那不就剛好符合我要的結果嗎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剛剛好做完這件事 如果我不會寫對應的程式怎麼辦 跟各位講 如果你不會寫沒關係 你至少會用錄製的吧 所以待會兒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先把範圍選起來 A1 B1CtrlShip向下 然後就開始錄製了 錄製的劇情名稱叫什麼 美元折線圖 美元折線圖 按確定就開始 其實你只要做幾件事 就把剛剛做的動作再做一遍 按確定 然後插入建議圖表 找到所有圖表裡面的折線圖的 含有資料標記的一個按確定 OK了 這樣就完成囉 所以其實只要選範圍之後再錄製去期 然後就把它停止錄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剛剛那個劇情 這個可以把它先刪掉 你們來試一下 劇情有沒有 這邊有個美元折線 你把它執行 執行看看 這邊有個執行嗎 這個出現了 OK 那沒問題 然後再編輯它一下 按編輯它會跳到這邊來 Visual Basic 那你會發現剛剛錄製 理論上就是兩行 哪兩行 Add Track To 跟那個Source Set Source Data 其實應該可以理解吧 畫圖資料來源 那如果你想要怎麼樣 繪製的時候呢 不要剛好放在這裡 而是放在我剛剛指定的位置的話 那你就必須改幾個參數進去 那怎麼改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那個剛剛講的這個美元折線圖 這個我把它剪下好了 把它放在一起好了 放在同一個下面這裡 OK 所以剛剛第一個 我們是寫了一個VBA的修正程式 那第二個的話呢 利用那個錄製聚集 把剛剛的那個折線圖 把它錄製下來 總共應該這兩行吧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要怎麼樣可以剛好 讓它可以放在我們想放的位置 並且調整它的寬跟高 給我打成一個 並且調整di